韋伯斯通新工廠的啟動儀式 德國總理默克爾自從2006年擔任總理到現在 14年期間總共訪華12次 2019年9月初的第12次訪問 選擇的就是中共病毒的起源地武漢 默克爾在武漢一天的行程 參加了德國汽車配件公司 韋伯斯通新工廠的啟動儀式 也到華中科技大學演講 並參觀與德國多間大學有合作關係的統制醫院 默克爾離開武漢不夠3個月 他親手剪載的韋伯斯通公司的員工 不僅將中共病毒帶回德國 還被認為帶入意大利養成嚴重的疫情 3月18日 默克爾對全國觀眾發表電視講話 他嚴肅表示 德國正面臨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挑戰 當日德國中共病毒確診人數為12,237人 4天之後 人數倍增至2萬9,056人 死亡153人 德國成為歐洲繼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後感染最嚴重的國家 韋伯斯通中國僱員帶病毒入德國 德國巴格尼亞州衛生部1月28日宣布該州發現第一宗 中共病毒感染病例 這是德國首例 被感染的是 暮尼克韋伯斯通的一位33歲男性僱員 而將中共病毒傳染給他的是該公司 來自中國的一名華裔僱員 韋伯斯通是德國超過100年歷史的汽車配件生產企業 總部位於巴格尼亞州莫尼克地區 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天窗生產商 除此之外還生產電動汽車電池和充電器 韋伯斯通自2001年開始就在中國大陸投資建廠 陸續在廣州、重慶、天津、瀋陽、武漢和嘉慶等城市 建立了總共11家工廠 該公司為德國三大汽車公司 美國通用等在華合資企業生產的汽車 和眾多國產車提供配件 2018年韋伯斯通的287億港元的產值 有30%是來自中國市場 在中國的僱員有3,500人 佔韋伯斯通全球13,000僱員的三分之一 據彭博社2月12日報導 1月20日韋伯斯通的中國員工到達德國之後 有輕微感冒徵狀 1月23日返回中國之後開始發燒 檢測之後呈中共病毒陽性反應 1月27日和該名員工同時參加會議的德國員工 被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接下來韋伯斯通的多名員工相繼出現確診 並傳染給家人 截至2月11日韋伯斯通公司員工和家屬 總共16人確診 這是中國大陸以外最大的一宗人傳人案例 即使韋伯斯通公司 及時採取員工隔離和關閉工作場所 但是該措施並不能阻止中共病毒 在莫尼克和整個巴格里亞州的迅速傳播 截至2月23日巴格里亞州感染的人數 達到4892人死亡26人 分別佔全國相應比例的20%和30% 是德國確診死亡人數最多的州份 專家指 疫情由中國經德國引起 意大利米蘭SACCO醫院傳染病科主任 莫西里·嘉莉教授認為 中共病毒在1月24日至26日 由德國帶入意大利 造成意大利北部倫巴地地區疫情大爆發 嘉莉教授在3月16日接受意大利電台節目 《Santosita on Radio 1》採訪時表示 即使意大利在1月31日 第一時間中斷了與中國的航班 但病毒仍是通過被感染的德國人 帶入意大利 並在意大利爆發 意大利媒體Pyrameto-Nitrina 3月11日的一篇文章報導說 嘉莉教授的團隊追查意大利病毒的基因排序 最後引向德國巴格里亞地區 《路透社》3月12日也報導說 自從2月21日倫巴地北部地區首次發現感染以來 科學家一直在尋找所謂的零號病患 嘉莉教授與他的團隊進行了廣泛的分析 即使他們還未能斷定製造歐洲疫情大爆發的根源在哪裡 但他們發現意大利倫巴地地區出現的病毒 和德國巴格里亞病毒的基因排序匹配 截至3月23日 整個意大利感染人數是63,927人 死亡病例是6,077人 死亡率已經接近10% 而北部巴倫地這兩項數字都遙遙超過其他地區 默克爾因為中共病毒被家居隔離 3月22日 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自己開始自我隔離 因為與他注射疫苗的醫生被檢查出感染中共病毒 週一默克爾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但接下來幾天 他還需要繼續做多次檢測 才能最終確定他是不是被感染 從2006年上任到2021年的即將卸任 默克爾是德國近代史上在位最長的總理 足跡也騙及中國 《中國日報》在2015年10月發表的一篇 《足跡騙中國》的文章提到 除了北京和上海是默克爾必去之地之外 每次訪問中國他都要選一個新的城市 2019年默克爾就選擇武漢 他解釋是自己以前曾多次在武漢上空飛過的時候 俯視長江 因此很想親自體驗這個長江邊上的城市 前方是誰 在武漢上敬古前 北京和南俄省 電頭